由Good TV推出 協助众教会建立家庭关怀 建造团队的特会列车 2024年正式启动 3月12日在牧者国事论坛分享中 特别就台湾婚姻家庭现况 名相切入 从近10年结婚对数少了四分之一 出生人口更少了三分之一的数据 证实当前台湾社会问题 出在婚姻家庭 唯有教会能成为 所有婚姻家庭的帮助 为什么我们要做家庭的时空 就是人们恐慌幸福 在世界上找不到答案 如果认识神的教会不做 请能够期待不认识的世界会做 Good TV好家庭 推出多项便利的资源 帮助教会建造家庭施工团队 让牧者不用再单打独斗 常年耕耘家庭教育界的 知名教授黄乃玉 也受邀在家庭工作坊分享 如何善用好家庭网站 提供的小组教材 以及五资真老师的 线上家庭关怀同工培训课程 来打好全教会的家庭基础观念 怎么样是一个常态的学习 这个是我们后来一直在想 其实学习应该是一个 持续的过程 有些教会我觉得 他们用着用着也觉得说 这个跟我们教会情况 我可以再加一点什么 或是我可以选择我要怎么用它 那就更得心应手 同时家庭关怀建造团队分享会 也分别在高雄旌旗教会 台南林良堂举办 透过讨论分享即发出共识 同心为家庭施工努力 教会不去正视家庭的功能 不去正视家庭的关系 谁能正视呢 所以我想这是一个教会 在向世人呈现一个最基本的 一个模范 就是家庭的恢复 家庭的氛围非常的美好 除了定期与伙伴教会 召开线上会议 建造家庭关怀团队列车 期盼巡回各地 与各城市区域教会合作 以基督为核心的价值 建造基督化家庭 各TV新闻中心综合报导 请不吝点赞订阅